本節目內容純屬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來到麥田圈 我是Jack 我是Martin 我是家欣 我們今集除了Terry和Wing不在外 我們今集有兩個練習生 不如先介紹他們 他們是… 我是阿Goo Hello 大家好 我是Joy 沒錯 歡迎大家 Yo 這個尷尬 也有失禮 回應 不要緊 不過今集播出應該是第六七集 而且如無意外 大家會連續兩個星期都聽不到Wing的聲音 因為他去了一個很開心的地方玩 所以他就離我們去一段時間 他要買他人生第一個名牌手袋 聽聞 你跟別人說Like Like這麼出名 果實都是知名的國際品牌 是啊 每個人都曾經夢寐以求一個 就是這樣 所以先問問大家 這個星期大家有沒有什麼趣事發生 或者大家有沒有什麼神奇事件發生過呢 這個星期 因為我上個星期有說 我看了《男兒多入進》 我這個星期又看了一次 我是那些熱血寶寶 這些事情 作為我年代長大的一些男性 那些情懷是避不到的 我想我可能會多看一兩次 我想我總共看三四次 然後我想起 對上一次 一部電影看三四次是什麼時候 我發現是《復仇者聯盟》的第一集 哦 你看了多少次 我看了四次 這麼多 是 因為跟不同朋友去看 然後那時候 好像我有跟那時候的 都不知道是不是女朋友 拍拖去看的 女人 然後最好笑的是什麼 就是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我看了一半 因為我急事 所以我要回家 中離 我要坐電視 回家 好像不知道 我不知道 也挺遠的 我想也百多元的士錢 回家看 不是,回家提煉 回家哄人的事 然後再出去 還看得及結局 不是吧 那時候我第一次看 所以我也要看第二次 對,就是這樣 而且最近是新年 大家可能都會看賀歲片 你們以前有沒有賀歲片 是超級深刻的 你猜猜猜 新年財 奶奶 72家房客 我送給你 72家房客 是什麼人 我記得有一套 我不記得名字 但還在香港 黃中閘賣電器 然後在街上 我記得 黃中閘 是在香港 不知道什麼72家房客 什麼香港 我愛香港還是什麼 不知道 那套挺好看的 哦 是一些很無理頭的劇情 哦,是不是就是 不知道什麼 起了西洋彩南街 有印象 好像很多年前 很多TDOOTB的演員 哦,全部都是 應該是邵氏那些戲 但我印象中 他最擔心就是那個景 是 因為他其實很多 叫做賀歲片 這個類型的東西 其實是近這十年 都很粗仔濫造 是 即是他們那些劇情 是廣白名的 是很鬆散 開名 笑位 是很粗暴 很粗暴 就是完全沒有鋪排 可以擺明 就是騙你那幾十元 或者百多幾十元 就是進來看 是,還有可能是 進來貼那些輝春 那時候第一次看 《島城風雲》 我真的呆了 因為他後來 不知道又變成機械人 還是高德 哦,我記得 我心裡不知道自己 看了什麼 神經病 你知道什麼嗎? 走完花姐 機械人跟著他 發哥 到了這樣的年紀 都要做這種角色 真的很慘 我反而對上一套 連續看兩次 已經是《那些年》 哦,嘩 那他又看了三次 跟三個不同的女生看 嘩,很棒 因為我很少會重看那些戲 因為我覺得 與其重看 不如看過另一套 會更好 但是《那些年》看三次 就真的 但看過三次 我現在都不太記得她說話 因為你那個時刻 跟女生都是聊天 在戲院裡 都深度交流 那就真的 問問大家 有沒有什麼趣事發生 等一下,大家記得 follow我們IG 我們IG的帳號 HKCraftRadio 哦,是 我現在才記得 我忘記了 沒錯,就是這樣 你們最近有什麼趣事發生 最近完成了一套舞台劇 哦 是關於什麼 它叫深夜劇團 其實我們全部都是業餘去玩 你偷不可以拍的 因為大家都是放工才去拍劇 我是做後台的 對,很開心 因為其實我小時候已經開始有玩的 接著之後 就是dram數 我反而沒有玩dram數 寫劇 很奇怪就是 到我year4的時候 想參加dram數 他就說 你已經year4了 就已經沒有了 沒有機會 所以就畢業玩了 是很開心的 好像去回以前讀書的感覺 但是你不喜歡做幕前 幕前我做過的 之後就沒什麼信心 但是喜歡的 努力一點 都可以爭取一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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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好你 更正在改 我不想說加油 我現在住在這裡看好你 努力 戰鬥 祝福你 謝謝 你真的很肚 但是很厲害 因為我覺得 喜歡舞台劇的人 十個有八個九個 都是喜歡做舞台劇 不會是喜歡幫人做舞台劇 但是有些人未必會說得出口 有些人沒有信心說 你說我才是為主 就什麼都好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是想做主角 那就努力一點 好 你是不是有近況分享 哦是啊 你有沒有朋友是夾樂隊的 應該從小到大都總會有 但是最後是沒有了聲氣 反正好像當年很青春夾完 然後現在就打了工 然後問他有沒有玩音樂 有沒有玩 誰知道近來真的出現了有一堆朋友 他們搞了樂隊 搞到有了九龍灣 不懂九展的大組 有差不多千多人去聽 然後Color也去了做嘉賓 那我就覺得 終於真的被他們做到出來 你當時是Tonic嗎 不是Tonic 叫做Referee 他們是我分別認識的四個人 其中有兩個是比較接觸得多些 是在不同的圈子裡認識到他們 後來發覺他們兩個是同一隊band 我是先上過他們的樂隊 後來才知道他們是樂隊 然後再聽他們的音樂 但是一直都不算很放在心上 因為玩音樂其實很難 特別他們還要搭樂隊 你的投資又很大 然後大家又打一份工作 即是拍攝玩音樂 心裡都保持到 你們不放棄堅持 玩到自己喜歡玩的東西 當興趣 已經是很好 至少你們沒有放棄 但誰知道現在他們有場秀 我會出自己的寶貝 真的靠玩票 靠唱片可以賺到錢 圍到皮 然後除了一些 認識他們的人之外 有一些人是真的 純粹因為他們的音樂 即是Youtube Ig聽過 然後過去就是為了聽他們 然後想跟他拍照 問他拿簽名 再加上 有一個比較熟悉的男生 他叫King 他在裡面是吉他 還是Bass 即是我不太懂音樂 本身他給我的印象 是一個都算是靜的人 我跟他的交集就是 當時我和他一起拍過Youtube 然後跟他去露營 即是他人是比較內斂 文靜一點 慢熱一點的人 但是在台上 我看到他完全變了兩個人 他那種很享受的舞台 很自信的笑容 是我從來都沒有在我和他相處裡面見過 然後我就發現原來 有些人天生就是為了追逐舞台而生 即是像我這樣 我這幾兩年我就發現了一件事情 其實我是不喜歡面向群眾的人 純粹我為什麼會接觸群眾多了 我覺得我要有這個能力 但是問題是 你能夠是否代表你需要 或者是否代表你想 我覺得好像是三樣東西 但是有些人反而是他未能夠 但是他就是想 然後到現在他終於有能力 他上到自己舞台的時候 他終於就發光發亮了 在這一年我看到他的改變很大 即是他整隊樂隊 他本人和他的隊友 那個成長是極大 然後我覺得很開心 那天我和他的朋友基本上都沒有去 即是我一個人去了 加上另一堆朋友 都去支持他 然後我覺得我那天很開心 即是好像見證了一些事情 那時候我臨時都跟他說 我真的看好你 我希望會在更大的場館再看你 所以我沒有跟他說加油 我跟他說看好你 這些位其實加油都是好事 我覺得有時候 譬如有些說話就是 其實未必是那麼負面 只不過是用濫了 但其實他也是有用的 譬如有人叫你放鬆一點 其實是用濫了的 但其實他不是沒用的說話 不過都是看場合和看時機 看個效果 即如果你想要這個效果 說這句話還有沒有用 那是甚麼意思 不如回來今天的題目 好嗎 我們今天說的是 同情心同理心被人濫用 那問一下大家 你們覺得自己算不算一個 比較有同理心同情心的人 我們可以各自說一下 我覺得我是一個有同理心的人 以前可能是同情多些 我覺得小時候其實沒那麼容易分得清楚 甚麼是同理心和同情心 我覺得同情心是很直接的一種感覺 就是覺得一些東西 或者一個人很慘 而那個慘其實是會推動你 想為他去做一些東西 譬如你可能走過 見到一個乞丐 然後你覺得他這樣跪在那裡 或者沒有了一隻手腳很慘 那我就想可能買個飯給他 或者給他一點點錢 但我覺得同理心是 都可以覺得他慘 但我是要明白他的處境 然後再去想究竟他需要些甚麼 雖然好像跟同情心差不多 但我覺得同情心是一個單向的做法 但那些去聽人解釋 就是同情心是好像 你站在一個高地上去看一個人 你就會同情他 但同理心就是 你跟那個人站在同一個平地 去看同一件事 但我覺得反而就是 我覺得現在我同情心強了的時候 我沒有那麼容易同情人 因為我站在他的層面 去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身邊很多人都是該死的 可憐之人哪有可憐之人 你會覺得就是沒有很難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 我可以跟你說 我是那些 我所有人都覺得很慘 就算是可能幾年前 就是我見過 我是真的 我的樣子可能 很善良 你一聽我說話不像 但我的樣子是很乖的 基本上 你所有婆婆走過來 說你沒有飯吃 我都會買給她 嗯 但我很記得有一次 就是我走經新浦江的時候 有個婆婆 她不知是推著車仔 就是推著紙皮 她無緣一截著我 就說 妹妹我好餓 幾天沒有吃東西 然後我叫她 不要那麼慘 我就馬上去對面馬路 買幾個包 還有兩支水給她 然後給了她之後 沒有多少 因為其實我見到一個男人 她是正正經經的樣子 視乎男人 她就站在不遠處看著我 然後我給了一位婆婆之後 我一走 那位男人就走過來跟我說 小姐 其實這位婆婆 上了東張西望 她有幾乎好 然後我急 我說What the fuck 我真的對人性 人性失去信心 雖然至此 我都覺得 最重要是我很記得 我很記得我之後 是問我身邊的人 我就說 你們有沒有聽過這件事 好像說什麼 她已經訪問了街坊 是真的有一集 又有特輯 就是說那個婆婆 又說有兩層樓 通常 對 你一找都找到她 你現在找到她 你現在找到她就是 但她也是騙一頓飯而已 不是的 因為我也中過那招 實不相瞞 那不驅吧 因為我是這樣想的 因為我覺得 如果她在我身上 騙的東西 其實不多的話 我覺得其實沒所謂 因為我不想她有一次 真的有需要的時候 幫我 可能是一個有需要的人 而我 因為之前一些騙子 而我錯過了一個 很有需要的人 是 但是那個婆婆問我 我忘記我之後 還有沒有遇過她 那我就醒了 但是 我也不知道 但其實如果你問我 如果她再跟我說 又是幾天沒有吃飯 其實我只有十多二十元 一個包 我覺得沒什麼 但我沒想過 可能她騙幾十年 她真的騙到層樓 所以我覺得 原來也會發財 是 騙術 我想說我也被她騙過 因為我也是那些 看著這些畫面 我就是那些 乞丐、哭、窮、心也痛的人 就是 好像覺得她的苦 我是有份承擔 我不知道為什麼 為何這個社會有乞丐 對 是有些人問的問題 就是因為我不夠努力 就是她喜歡病 一定我睡覺也不夠多 就是你很想拯救這個世界 對 有時候男人去到 有些地方 很想幫到所有人 然後你看著那些畫面 你看著那個婆婆 你便說 為何偏偏是我遇到你 這樣還沒去到 你直接要問生我的意 形容到 偏偏是我遇到她 我也是那些 二十元 我給了她 然後又是 她又去了開煙 哈哈 哈哈 之後我再隔了幾個小時 之後再多一次那條路 我又看到她繼續在 那我就覺得 哇 下次 即是提醒自己同一個人 下次不要再中她的招 但是你避不了 因為你去其他區 的時候也有 有時候 例如地鐵口 有些叔叔 或姨姨會問你 有沒有五元 她只欠五元 你又覺得 好像不是太好意思 那我就會幫助 不過剛才聽到我們 咪後幾個企業員都中過招 然後有人說 直接懂英文 那麼厲害 那我就覺得 又欣賞了 反而 是不是在說那個婆婆 那個婆婆懂英文 她就是國際化 那我就覺得 如果她有進修 她就不是普通的騙徒 是全球化 對 她也有努力 你明白嗎 這個世界迫她去進修 對 努力也重要 很理智 這件事 真的 你騙錢騙到學英文 我都覺得 對 都收付錢 讀一個master 大哥我們有份贊助 哈哈 五元五元 不要開玩笑 對 問今天來的練習生 你們覺得自己 算不算是 有同情心 或者有同理心的人 我覺得我是 都好像家英這樣 小時候 可能同情心 這件事會比較多 因為你小時候 可能受教育 或者身邊的人 教育 可能你見到 比你差的人 可能你要對他好些 我有一個例子 但我不知道 算不算是同情心 我讀書的時候 剛好班上 是有兩個特殊需要的同學 一個是嚴重弱聽 另外一個是嚴重弱視 很有趣的 嚴重弱視那個 你一看就知道 她是嚴重弱視 她的眼睛不太好 對 因為她的眼鏡很厚 真的厚到 看不到她的眼睛 然後她坐得很前 為什麼 喂 喂 你忍著我 你忍著 你們在想著 不知道什麼 響景中 一個要背你一個 我不是在想這個 那些故事 是你才想這些 好 還沒去到這個地獄 先回來 嚴重弱視那個朋友 他很有趣的 不覺得她是嚴重弱視 Anyway 好吧 上課了 其實那時候我就坐得比較前 因為我長得矮 聽老師說話的時候 剛好 因為她可能有時候坐位 因為自由坐位 中學自由坐位 不是 讀一些專科課程的時候 可以我 其實是坐在旁邊 因為她嚴重弱視 你看到她真的有這個需要 還有你看到她的工具 是放得很大 那MISS給她的東西是特別大隻的那些字 那也不錯 是的 那可能她真的有時候有些跟不到 那可能 你很自然就會幫一下她 那樣 但是幫了幾次之後 那有時候不是我坐在旁邊 另外一個女生坐在旁邊 那後來有一次 又是坐在她旁邊的時候 完了課了 我另外那個同學 就隨便跟我說 其實呢 你不要再幫她了 為什麼 因為 原來另外一個女生 發覺呢 其實那個女生 她不是完全跟不到的 GPA 3.8 哈哈 我不知道 其實她說她發現 她真的不是很聰明 不過她不是跟不到 而是她好像有一種 你幫我 哦 預了有人會幫她 那其實我見到 當時的老師的樣子 其實都有私底下跟我們說 你不要過份幫她 因為你們這樣幫她 其實她自己真的不懂去學 那其實你是害了她 那一刻我就不肯定 其實我這樣算不算是 被利用 或者叫同情心犯了 但是最好笑就是 同一個課室 就是我們期考完之後 會出分數的 老師就特別指明 弱聽那個女生 她是很高分的 而且以我所知 她是沒有什麼 好像弱視那個女生 是需要不停幫人 就是你會見到一個 大家都是嚴重弱聽 或者叫嚴重 大家都有一個嚴重的障礙 但是有一個是很樂觀 很準真 還有是很自強 你可以這樣想 因為我聽過她身邊 那些同學 其實都沒有說 一定要幫她寫什麼 聽什麼 她反而是 反過來可以教她 那些 但是嚴重弱視的 就自從沒有了 那些同學在旁邊之後 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完全放棄自己 她考的成績真的差很多 後來讀完那一科之後 就沒有再見面了 那一刻 現在想起來好像是真的 有少少 因為我是 是正常的人 好像是幫她 有些行傳者效應 是 但是其實 另外那個也有障礙 但是她沒有要求過 或者她甚至是 至強度可以教別人 那我也覺得 有時候有些事情 不知道是否 導致到現在的我 可能 不會那麼輕易 就去 產生同情心 不是沒有 但是 會考慮很多事情 說起這個情況 我覺得 其實有些時候 是會慢慢 演變了這個情況出來的 即她一開始 可能她的動機 都不是這樣的 即她都是可能 她真的有少少 不太能看到 但是大家幫她 然後她多了便利之後 就發展到 習慣了 就覺得人家老風 去幫她 我不知道你身邊 有沒有朋友都是這樣 例如可能有少少 不開心的事發生 然後 人家來關心自己 那你覺得 原來自己少少慘 是會多了 人家去保護自己 或者多了人去照顧自己的感受 之後 開始就懂得玩賣慘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身邊的朋友 然後她就越賣越多 越賣越多 賣到變成了她的角色設定 是這樣的 即很多時候 其實她未必是天生說 哎呀我就是想利用人家的 但可能是因為 有時候有點甜頭 即有時候會覺得 真的人家會照顧我的感受 人家真的會幫我的 然後你就會想 方便了很多 即原來我不做功課 人家會先幫我 搞定一大堆東西 讓我可以很輕鬆 做project的時候 我又可以做少些東西 其實真的未必是 一下子就會變成這樣 或者 未必有人天生是這樣的 但是很容易 身邊的人 會養成一個人 是這樣的 很多時候 其實她被人種壞了 我想說 就是 其實我懷疑 我 或者 我身邊的人 是有份種壞了 我有個朋友 她是那些遲到遲到 摸上街的人 即她是 每一次 基本上約她出來 她都是 至少遲半個小時 至一個小時 但她究竟 那個幅度有多大 她就 你真是 撞彩數 但是 她是每一次 她會跟你說 前一天 她會發出鬧鐘 但是 她最後 她都會有很多藉口 即可能 最基本上 就會說 自己聽不到鬧鐘 但最無奈就是 她會說到一些 其實我覺得 就是讓她的人 是最慘的 但她會說到 就是 她好像要放自己 在一個毫無指責的位置 就是 令到那些 等她的人 都不能怪她 例如 她前一天 很晚睡 但其實 她每晚都晚睡 就是 每晚都自己 兩點多 三點多才睡 死都不肯睡 之後 她會有很多事情 可能 又要幫她 朋友 或者幫她的弟弟 做功課 她又很喜歡幫人做功課 又或者 她就是被她的弟弟 濫用了她一次 是的 但我覺得 一樣還是一樣 而且她會有很多 千奇八怪的原因 然後又有一次原因 純粹就是 因為她說她平日上班很累 所以 週末的時候 她會睡久一點 但其實 你這麼多理由也好 都不是理由 你知道 如果你想睡久一點 你就索性 不要弱那個時間 是 但是她就是 每一次都很習慣了 習慣了之後 其實她也是這樣的 然後去到 其實大家都不會理她 是 或者是 順勢退了整件事 可能遲 至少遲半個小時 至一個小時 約得她八點 約了八點半 才是人 那些人 都差不多 但是最無奈就是 她永遠都要說一些 好像自己很情有可原的原因 是 我覺得很簡單 就是 對不住 垃圾 托家有遲到 OK 那完了 但她就是每一次 可能頭一兩次 你會說 好吧好吧 你睡得少 你累了 OK 那我就等著你了 但其實可能你第十次 或者你幾年都是這樣 其實就 其實你不用解釋了 你身邊的人 是不會覺得 你這些原因而遲是慘 只會覺得 其實是不上心 或者是沒辦法 其實就是這樣 我自己覺得遲到的事情 因為我自己也不是一個 經常準時的人 重要的事情 我是準時的 我也是這樣 若是朋友 我就會遲到的 我覺得我後期 發明了一個方法 就是如果你遲到的時候 你想想的理由 是一個荒謬 到大家馬上笑出來的理由 怎麼辦 我先過了自己 就是你起碼要哄別人開心 對,哄一哄別人 先耍一耍一耍 玩一玩這件事 等你真的遲到的 就給別人一點甜頭 買好東西吃 或者怎樣 買好東西 去哄一哄別人 讓別人開心 很多時候都 阿菇,你有沒有話說 你是被人濫用 還是被人濫用 我是被人濫用 通常都是 通常都是錢的問題 那錢… 這個很大問題 我覺得我算是幸運的 有運氣的 可能早幾年的時候 很經常遇到那些 在地鐵站門口問你 有沒有幾元 可以借你搭車的 那些 我很記得有一次 還在讀中學 然後遇到一個 大陸的女人 她問我借錢 搭去羅湖 然後我真的… 那麼多 那麼大搭 但是我那時候就是… 還要買頭等 然後我就說 但是我沒有散子 但是我覺得 某程度上 是我自己造成的 有些濫用同情心 這個東西 因為我就說 我沒有散子 但是我只有100元 我就給了100元 真的 但是我事後 我沒有想過任何方法 讓她給我錢 是 我就白白給了100元 那你那一刻的感覺是怎樣 我還覺得 好像幫了她這樣 那不是嗎? 你是幫了嗎? 不是…不一定 是吧? 但是也有機會 嗯… 但是她那套蘿蔔 所以我… 這個位置我想我和你相似 因為… 所以我就不知道 究竟是我太蠢 還是人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是你做了好事 你幫了人 其實不應該是 第一次就覺得自己蠢 因為我經常這樣想 剛剛有說同情心和同理心 我當你同了兩件事 但是最後幫還是不幫 其實這是另一個決定 就是你明白她為何不開心 你又明白她為何在這個處境 那也不代表你要付出你自己出手去幫她 所以我覺得去到幫這一下就是另一回事 是 或者用聰明的方法去幫 是的… 即她是很需要幫 那又怎樣 我不幫就不幫 譬如人家打球輸 因為是佛長上騙那些 那些人會奶貓 但是那時候我教練就經常說 做到是自己的 我不數你了 你自己做的 很多時候是這樣 我覺得經歷這些事情要自己創造 即是那時候我有一句很喜歡 就是你與其不斷餵魚給一個人吃 不如來教他自己釣魚 是 所以其實那些人呢 他可能可以騙一下五元 騙一下幾十元騙一下去羅湖 這樣 但其實他到頭來練了騙這個技能 是 即是他沒有經歷過他需要經歷的東西 所以其實他白白把那些經歷給了你 我會覺得付出是等於收穫 有時譬如你們剛才說 我幫了人 然後有沒有機會被騙了呢 我會覺得 其實我不理他是不是騙我 我不理他拿錢去做什麼 但是我幫了人就OK 是 這個觀念我經常被人說 有一陣子 即是我那些什麼樂師會 我全部都有捐 我記住到 我的朋友經常說 喂 黃的 什麼藍的 然後又說不知怎樣 即是錢不知去哪裡 但是我都說其實我不理的 即是錢去哪裡都好 總之我捐了出去 即現在的問題就是 我幫了人 幫不幫到其實不是很重要 因為我就是要過了自己的關 哦 其實那個心態我覺得 可能是那個錢 雖然一百元 應該是想回就是 他可能會不會用得其所 或者反過來這樣想就是 如果你經歷過 可能大家都說你 哎呀 蠢了 將一百元這樣就沒有了 其實因為大家看那個價值很重 當你又覺得自己 是我給一百元給你蠢了的時候 可能因為你很多人都說 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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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又覺得是我是不是蠢呢 但其實你當初那個出發點 你是想幫他 但是如果你說 你都認同可能 當初太魯莽給的太多 或者這個錢 其實可能對等的 當時的話 之前不是有些人就是 有些流浪漢 去幫他 那有些很多人想給錢 但甚至乎有些人就 我不是給錢 我簡直是買他的傻碎 我看到之前有些人 直接是外國 有個伯伯是露宿的 那在麥當勞 還是什麼那些地方 那那個人是 他不是給錢他 他跟他說很肚餓 就是那個年輕人 就去買了一個 餐 然後再問他 又看到可能他的鞋爛了 然後他說你動不動啊 還有什麼 然後他好像是去買了一件羽絨 就是那些很快買到的那些 還有一雙球鞋 然後就給他 因為他覺得當下其實最需要的 可能未必是錢 或者給錢他其實都做不到這些事情 他不如去買一件衣服給他 買一雙鞋給他 等他可以 他不可能解決他生活上的 但至少那一刻他可以暴暖 和他不會沒有鞋穿 所以那個觀念 可能是大家都會覺得 哎呀你蠢啊 給了一百元的嗎 就好像Jack 在狂刺銷我們這樣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我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這些事發生 我純粹覺得是羅湖這家東西很厲害 就是你好像 你是資助了別人 過了一個關 你明白嗎 譬如我想要一張去西巴牙的機票 是同一個level的 因為他是越過了某個關口 和某個邊界 老實說譬如一個人 如果他是去羅湖的話 他其實是 你沒有預備多些的後備方案 就要越過另一個景點的話 其實你是自己 先走就走 一定是抵死的 就是你欠了一百元才能過得到 難道是嗎 一定是有問題的 譬如有些人說你住天水圍 那你真的要那些巴士要二十多元 我覺得是合理的 因為你走不去 譬如你說你住在旺角 但你在尖沙咀 你走到去 我一定不會幫 這些事 因為很暴露 對嗎 你有心的一定有方法做到的事 但你說要過海 我也會幫 但你說去羅湖 我就會忍手 你也是玩同理心的人 而且我會想一想 我會想一想 有什麼方法可以免費達成這件事 例如教他打劫別人 那他就可以遞誡回去 錢還是沒有 但這裡有一本武林秘笈 對 或者問問地鐵職員 還是怎樣 總有方法 一起去買票 你要那張 按票給他 我也是覺得 真的 另外我會覺得 基本上有人開口找得我幫 我能力範圍內幫到我都會幫 我不會想太多 因為我希望有一天 我都可以遇到一個會這樣幫的人 都是的 你明白嗎 譬如那一刻他問到你 可不可以付錢我去羅湖 你再問他 其實他都解釋不了那麼多 假設他真的很需要幫助 其實他已經去到一個很混亂 很手足無措的狀態 如果不是他就會問一個陌生人者 如果這個時候 你二話不說就幫他 是不是會好很多 如果我代入我是這個人 我都會希望得到這樣的幫助 所以我會這樣對人 我也希望人家這樣對 不過真的好看 在甚麼處境 和社會氣氛之下 例如剛才Martin說的那種 好像以前看武俠小說的大俠 兩協插都 一來就說 你沒有飯吃 我請你吃飯 打兩斤肉給你 可以割剩 抗血寶馬 拿去吧 還給你 請你吃 我還有另排 還給你 人家見到也知道是我的 借錢也可以 其實你反過來很厲害 對 就像這家人無堅利 拿去 也要大樓這樣才能說出來 大樓 如果街邊的人叫你填文卷 又會說 我欠一張單就開單 這些你們會怎樣 這個真的有東西要分享 想聽… 我真的不知道搞什麼 這年多 身邊是… 超多這些 有些是本身 真的好地地 完全沒關係 有些是做紀律部隊 然後有一些 是好地地的一份工 可能幼稚園老師 那些 無緣無故轉行 然後就去做保險 這些 真的最怕 因為其實是很不熟 其實我也知道 你做這些保險 你一開始 其實一定會迫你寫完 我有遇過 就算答過一句 或者沒有說過話的人名 寫完出來 然後就要他們 不停地發訊息問 那你問了第一次 其實我沒有回覆你 那就算了 都知道什麼了 對 但是呢 我想說 其實是很像的 無論是保險 基金 傳銷的 都是 就是 他們永遠不會有 跑夠數的一天 那個訊息 還要粗暴到 就是 Hello 人名 例如 Hello Jack 他說 好像很合理 但是呢 我想說 其實他 又不只找我 最無奈 就是 跟我很熟悉 其實是他不太熟悉 那些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會拿到他們的訊息 然後也會找到他們的 然後是每一次 其實他一發這些訊息 我們就馬上 寫上群組 就恥笑了 然後呢 最好笑的是 他經常都會說 還未跑夠數 或者他今年正在追獎 但是你就會想 其實你在追獎 關我什麼事 對 對 其實也很有趣 我今年正在追求 我今年的追求 我今年的追求女生 我還未跑夠數 對 還欠兩個平牌袋 可以幫幫忙嗎 可以支持一下我 還有可以幫自己買東西 還有可以幫自己買東西 我真的 又可以錯了 第一 就是我覺得 保險這些事情 你真的不要跟 所有是有關係的人 反而你要光明正大一點 我覺得 朋友都不要緊 因為我覺得保險這件事 你本身真的是幫人 但是 好看你自己怎麼做 最重要的 還有找些穩困的 即是穩困的就是 你知道他一定是 他不會不做 對… 他做了二十多年 對… 那你找些可以吧 新入行的真的不幫助 因為新入行… 即是三年後 就突然轉到另一行 突然我把他逼上攝影機 發覺找不到那個人 對 遺早問 因為前提 其實我和身邊的人 本身都已經買了 但我們買的 一定是危疾和醫療的 還有我們找了一些 信譽很好的代表 都是跟他們買 但如果基本上 所有是穩困的代表 其實他們都是不嚇售的 他們是為何會做得那麼久 其實全部都是靠口鼻 對… 然後這些是被插頭 就是每次都說 想你支持一下我 還要是麻煩也沒有聲音 想你支持一下我 真的老老 還要你支持我 我也不知道 同理心也不會是 即是說 你支持一下我 就是可憐你任你 他要掌握你拿錢 對 這件事是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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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追求的 是追求的 想問大家有沒有想過 因為其實看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想到一個最糟糕的情況 就是原來這個世界上 有一種病叫做 萬喬心後群症 我可以解釋一下 這個病大家可以搜尋一下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如果我有這個症 我 如果我有身邊 譬如我老婆 對不起 我老公 老婆或者老公 總之我另一半 或者可能我小朋友 我傷害他們 令到他們生病 然後從而博取其他人的同情 噢 噢 聽到 但怎樣寫 好神經 就是他的譯名 其實他叫 Mankerson 噢 原來 原來 剛好看這個題目的時候 之前有一套戲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總之就是 其實是真人真事 是 就說那個女孩子 自小就被人診斷 她是多種奇怪的病 那她媽媽呢 就單親 要照顧她 所以她是沒有辦法做事 拿她不斷的 是拿她的籌款 是 在美國的 真人真事 後來到她那個女孩子 不知道18歲還是19歲的時候 就發生這件事 就是她聯合她的男朋友 殺死自己媽媽 噢 是的 這件事令我覺得很震撼 其實有幾件事 就是你覺得媽媽是 值不值得同情呢 就是她做這件事是不對的 是 因為她是環有那個情況 而去傷害自己的女兒 原來那個女兒其實 從頭到尾都沒有問題 她是一個 由健康的小朋友 不停地餵一些藥 令到她 就是沒有了一個正常的童年 或者少年 然後導致她扭曲了心靈 然後認識了一個男朋友 然後就謀殺自己 但是其實那個女兒也是坐牢 但是究竟她這些是屬於 也有同情的情況 還是其實她自己都是可惡的狀態 就是我搜尋的時候 我發覺 哇 原來有一點 很難說 很瘋 但是其實你剛才說的情況 就是剛才那個故事 已經是最壞的情況 但是其實我們日常生活間 是有一點比較輕度 就是借身邊的人來壓同情深 就是借身邊的人的少許不開心的東西 然後就去令到其他人 就是叫做 其實港市非就是這樣 就是拿別人的東西去跟別人說 那這個我也是 已經 你傷害著你的朋友 就是唯有想拿一些利益給自己 還有沒有呢 其實也有很多這些傢伙 但我想說我聽到這個病的時候 那件事反而是中國的 就是又是有一個媽媽 不斷屈自己的兒子 有那些不知什麼情緒病 然後又不斷看醫生 又捏錢 又偽藥給兒子 但兒子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到最後 就反而搞到她真的有了那個病 我覺得自己是那些 其實我很少這樣用這個字 去形容自己的 但我也是忍不住 我覺得自己是死了膠 那些同情深泛濫 我真的受不了 很簡單 我明知道她是錯也好 我明知道她是騙徒也好 有時候你多伸兩下苦 我心裡真的會拿著 其實是很不健康的一個特質 你說是不是好事 其實是好事 幫人當然是好事 但你長期有這種想法的時候 有時候自事過高的 如果不是不會這樣想 因為你沒有理由會想自己 在這個世界上 其實某程度上 很多時候想得自己太高的人 才會覺得自己是需要幫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不健康 對我來說從小到大都很不健康 但我覺得這個使命感和目標感 是有需要的 是 我是有一點點爽的 我覺得 有時候小時候 見到賣期的那些 或者見到乞丐 我會覺得 我會拿銀包的錢 扔進去 不是多 幾十元我都會扔進去 小學的時候 中學的時候都是這樣 我直接去到自己沒有錢吃飯 沒有東西在門口等你 然後人們就問我很奇怪 因為以前教會有那些導師 他們問我 你沒事吧 我沒有 然後他們問我 為何看到賣期的那些 你不是扔兩元下去 你要扔完 那麼蠢 然後我還好像很理直氣 這樣跟他們說 我覺得如果扔兩元的話 其實我只是在買期的價值 其實我只是想貼紙護身符 讓別人不過來 但我其實是想幫別人 所以我應該做多些 做到多少做多少 但是我想起 很瘋癲癲癲癲癲癲的地步 我覺得自己是 因為那些不是好 好像聖母瑪利亞 聖母 有沒有一些男性的角色 可以形容 耶穌 那又不行 佛祖 又未去到 製弓 那又不行 被雷劈的 製弓 我會覺得 為何不做多些 為何不為別人做多些 但其實這是一種傲慢 大過想法 因為小時候會覺得 應該是要品性善良 因為家人敢教自己 譬如我爸爸媽媽也是 有時看到黑衣 除了可能放下40元給他 然後還會買個飯 令到我也有了這個習慣 然後慢慢在這個習慣上去想 其實是否應該這個社會 不用有這些人 是否應該可以做多些 是否可以做得好些 是否可以不用露宿 那些人 然後呢 可能遲早自己也露宿 然後你就會想 其實是真的想得自己太大 令到自己以為自己可以幫到這個世界的人 但是我覺得 我在男生變男生的過程中 這個特質是不可以缺少的 要讓自己覺得 我是可以幫到全世界 或者我很努力地為全世界做這件事 然後再蓋起來 一把一把蓋在自己身上 然後告訴自己 其實你不能夠幫到所有人 我就開始慢慢醒 醒就是剛才你說 譬如我不會給他浪湖的錢 或者我不會太誇張地去幫一個人 我不會幫到一個人 幫到沒有了自己 但有些時候 譬如我還是死症 你說那些女人哭 我真的沒有了 我真的沒有了 這條命我都給你了 那又不可以的 看什麼女人 但這些位置我真的被人捏著 我完全是懦弱 耳朵得爆 真的耳朵得爆 就算是要分手也好 我也是這樣 很多時候我以前小時候 完全分不了手 其中的原因就是 我錯了 他哭到神經病 然後可能 我家裡有精神病問題 我也有的 我哭了 因為你的心 一覺得你想 保護他 保護他 你就已經忘記了 你其實想分開那種感覺 所以就經常被濫用 這件事 我覺得這件事跟你是很相似的 但後來我遇到一個 令我要正視這個問題的情況 就是 我發現了 現在我個個都想幫 但我發現了幫你和幫他 這件事是大意足的 那我就要決定 我覺得我是要幫誰多些 然後到最後就發現了 我覺得原來都沒有5050 因為你們兩個有機會是有衝突的 那如果我幫你有一半 幫他有一半 到最後的結果就是 那件事其實是我 那件事不是你們兩個 就好像看看你們的衝突 最後是甚麼結果 就是我決定 那一刻就可以醒覺了 原來不是 每樣東西都可以幫 然後我就反而 有一段時間 我是要提醒自己 某些事情 必須要袖手旁觀 我會跟自己說 我很想看看這件事 在我不插手的情況下 到底會演變成怎樣 還有有一部電影是周星馳的 甚麼武藏元蘇黑衣 他有一句話是 那個皇帝說 喂 你們到底想怎樣 你們的丐幫那麼多人 然後周星馳說一句話 他說 皇上丐幫有多少人 不是我決定 是你決定 因為我覺得這句話 是影響我景深 然後那一刻 我在家裡想了兩三個 就是 到底我是想做武藏元的身份 還是想做皇上的身份 到底我是想要去 同情一班人 然後跟他們一起向前走 還是是我 同理了那班人 然後從根本性解決他們的問題 就是 幫一定幫的 反而我那個角度就是 但是我到底是 要用哪一種方式去幫 到底我 要我自己都成為其中一份子 然後再共同去進退 還是是我 和你站在對立面 但是就用我自己的方法去幫你們 然後最後我是選了對立面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 譬如剛剛那些婆婆 可能她真的覺得自己很窮 真的需要錢 那你給了一個五元 其實這不是真的幫到她的方案 真的幫到她的方案 反而就像剛剛Joy說 可能就是買一雙鞋 或者買一件衣服給她 但是這個方案在她自己的腦裡是沒有的 又或者婆婆自己也要成長 雖然這樣說 好像很邪惡 有時候反而是 你要洞見到她真正的問題 然後用你自己的經驗去幫她 不是用她口中的方案 有個讀者跟我們說 女生扮慘扮可憐 然後做兵做到盡算不算 我猜她應該有讀者本身做兵 就是聽到女生很慘之後 我覺得這樣又真的 我也不懂得怎麼回應 如果女生扮慘扮到你要去做兵的話 其實就 都是值得的 其實是的 真心 值得是值死 因為我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那些女生扮慘 其實你男人只有幾種反應 有些就說 陰公豬 什麼事啊 然後過來幫你 疼你 但另一種男生就是 那死得了嗎 這些 但多數女生反而是會喜歡 剛剛死得了這些男生 然後我就明白了 其實做兵有和尾 都是自己個人意願的問題 因為女人都是喜歡壞男人 所以其實以後大家不用幫人 就會成為所有人喜歡的對象 就是看到 不是很簡單 如果有一天有個婆婆 就問你 我欠幾十元去羅湖 那死得了嗎 那婆婆喜歡你了 那你現在有多少 就是問回頭 對 但我不需要婆婆喜歡我 不是 就是你可以令到她 思難而退 對 而且她不會對你有不好的感覺 就想起那張Whatsapp圖 叫阿慧還錢 然後她說我要憑自己的實力 借回來的錢 為什麼要玩 她是有道理的 有道理的 就是一定是做壞人 是你自己說是借的 不是我覺得 剛才說笑的 但有時候狠一點 都是對自己健康 對別人來說 就是別人都要想方法解決問題 我覺得人呢 最大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那些人 經常要老鳳要別人幫 就是她的解難能力很低 而其實我們做人 就是學習不斷去想方法去解難 但其實她找人幫這件事 會不會都是她其中一個解難的方法 對 但這個是跟金手指或酒捷徑 沒有分別 就是你突然間有外力 那些有機會都是屬於她的資源和能力的部分 譬如婆婆肯開口跟人說話 不是每個人都行 但還要學英文 對 譬如我們在座那麼多人 如果去到那一刻全身一元都沒有 我會學泰文 對 其實也要 去九龍城到走一圈 說自己是爭女 然後不知道 快緣 要回泰國的 是試著幫你做的 對 就欠那張機票 我一定會做這些事 有個說 有個同學為了競選 文武並重的傑出學生 體育靈彈 就惡稱自己有絕症 然後她就贏了 然後還樣樣得意地跟我說 我估計的情況就是 譬如有些學生 其實她是可以拿一些 校長的推設信 那些 但你可能要做齊了些事情 也要有些成績 那些 因為學生很厲害 譬如你是那些男拔 那些 你一定要拿學界冠軍 又可能代表港隊U17 那些 你說自己有絕症 就可以避了一個部分 要做運動的部分 只是讀書 這樣就很有趣 但其實俄稱有絕症真的很厲害 像韓劇這樣 我想說韓劇 是不是算是 濫用人類同理心的極致呢 為什麼 它是令到所有女人 都會不斷去追看 日劇都是 是的 它是把所有同情心 同理心 然後令到你 不能夠去捨角 它的產業鏈 你明白嗎 我覺得所有娛樂 都是這樣的 那就是要跟你 情緒掛勾而已 哦 其實同情 我覺得 同情是 你解釋到對方 就可以了 其實他想表達的東西 你明白了 你就同情了 然後他的目的是好 還是壞 這個是反而後話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 凡是藝術 或者跟別人相關的東西 其實他要做到 第一樣就是要令你同情到 是 那我問大家一個殘忍一點的問題 你有沒有想到 濫用別人的同情心呢 就是做過那些事情 你都會利用一下別人的同情心 去完成了自己的目的 或者去幫自己 就是去便利自己的 哦 有 有 我去到露營 我都是不煮東西吃的 還有我是不洗碗 簡直是沒有東西做的 去到是玩 就是去起營 然後就開始玩 跟別人聊天 然後有一次 那些人就跟我說 你不煮東西吃也有 你不如幫忙洗碗 然後就對手去跟他說 濕疹 哦 但是我以往是不會的 就是我從小到大 都沒有用過這個藉口 是 因為我會頂硬上 但是我對上一個女朋友 她就教識了我 她說有時候你要學會說No 然後我從那一刻 我就學會說No 然後我就發現 藉口反而多了 有沒有變壞了 我覺得是壞了 是啊 但是身邊的人我還未知道 但是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是她跟我說 有時候不要每次都把東西抱上身 然後不行要告訴別人 然後不要死定 但是反而就變了很多時候 就好像自我了 對 自我多了 現在這個時候我就覺得 是在濫用你同情心 但我又不知道是什麼 好事 因為你同情別人 有很多時候其實是你付出自己的 那如果你不同情別人 某程度上 你其實同情自己多了 我有嘗試過做 但我發覺果效極差的其中一件事 就是對我的家人 因為我家人的關係 那些相處很奇怪 大家都是有機會見面就說個Hi 沒有機會見面就 可能是四個月才聊一次 但明明是同一間屋裡 真的嗎 然後最恐怖的地方是 就是她們中匯驗的時候 我是完全沒事的 多麼疏 但我們的關係是不差的 就困在房間裡 我要強調我們關係是不差的 但沒什麼相處 純粹 然後我中匯驗的時候 她們都完全沒事的 那我就試過怎樣濫用 我就嘗試濫用我媽媽 和我弟弟的同情心 看看她們會不會在我生病的時候 對我好一點 那我就試過一次發燒的時候 我就不在房間裡睡 特地在廳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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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很不舒服啊 林代玉這樣 然後我媽媽就是那些了 死了沒有 然後我弟弟簡直是看不到我 不知為何 她是避開的 不知道是那個的 沒事吧 縮腳吧 綁鞋帶 我就發現 原來有些人 對她完全不合適 因為她們對你太有信心 你一直以來都是自己做得好 對… 所以我有時想玩兩下 又好像不是很OK 會… 你們有試過濫用其他人的同理心嗎 其實也不知道算不算濫用 有時分享自己一些創傷或者不好的事情 其實也不是不健康的 就是我覺得 譬如如果大家想去表達自己一些 可能你自己裡面很破碎的事情 或者你可能發生過很慘的事情的時候 那當然你不是要利用別人去籌期啊 或者可能要別人去課金給你去溝女 那些 你純粹是想和一個人有一個好的關係 而你不介意放下一些你自己好一點的事情的時候 那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就是我自己覺得這個也不是叫做濫用別人的同情心 我覺得我不是會濫用別人 我當然是經常用的 就是… 善用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對… 就是有時會覺得 我知道你會對什麼特別感興趣 那我就會做多一點那樣東西 或者說多一點那樣東西 就是… 你明白嗎? 你了解一個人 你就找到他會動情的那個點在哪裡 那你就… 就是因人而改變 所以我覺得不一定要去到濫用 因為濫是… 你利用了 是… 但是如果你用得好的話 你和安相全都舒服了 有個讀者他說 在工作上可能他不幸運 他說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 是天天拿家裡的慘況出來說的話 他是一個好人來的 他這句話很有問題 我不明白… 但是他意思是所有他遇過的 會拿自己家裡的慘況出來說的那些人 都不是好人來的 就是都不是好東西 對…都不是好東西 家臭一外傳 那些人就有… 我舉個例子 這個真的… 經常都會有這些例子 我聽回來的 那些男人 經常會跟那些女生說 我… 我跟家裡的老婆關係很差的 我就想出軌了 想扔你 都快要離婚了 那這些就是濫用別人的 和情深 這些是賣慘去騙別人 對不對 這個很明顯的 這些簡直是很糟糕 對… 對… 但是一定有這些例子 大家可能聽都聽不少 但是… 是真的會的 其實有人真的會拿這些慘事 去換取某些 對自己有利益的東西 對吧 你說起這件事 我突然想起 我有個朋友 就是Exactly 你剛才說的那種… 他的朋友 對… 我先吹一下 他是結婚的 以前結婚的 我想聽… 想聽… 簡單說 其實我跟他 跟另一個女生 就是朋友 偶爾會見面 我跟那個女生比較好 很自然 女生朋友就跟我說 哪個… 很不開心 近來 我說不如吃個飯吧 看看他怎麼這麼不開心 因為很隱闊 說到 我的朋友就說 不過你不要相信他 這樣打底 那好吧 我聽那個男生說 那開始 簡單說 其實… 都是婚外情 然後他 都有點在我面前 賣慘的 就是… 可能因為那個婚外情 他很喜歡那個… 第三者 然後… 又在這裡跟我說 他太太的不是 其實他都很慘 然後因為這件事 身體不好 很有壓力 然後有COVID 工作上可能 又不是那麼順利 那些 講講講 開頭呢… 因為他是我朋友 很自然都會… 站在他那邊 然後… 就覺得奇怪 他一直說好像很慘 那樣… 我看看我另一個朋友 在那裡忍笑 那我就覺得奇怪 之後… 之後… 然後呢… 我就很深刻地問他 你跟那個第三者 為什麼會這樣啊 他有什麼吸引到你這樣 那後來呢… 他講一講一講 原來是他自己拿來的 我們會覺得 一定是那個第三者 壞啦… 黏了眼睛 那些… 那些… 不是啦 倒轉啦 原來是怎樣呢? 我朋友說 我覺得… 我一定戰勝到他男朋友 什麼啊? 這個故事很複雜 因為那個第三者 本身有男朋友 那就是他在別人男朋友 那就是他在別人男朋友 就是欠你玩 就是欠你以為… 大家都有另一半 我以為他吃女 原來是… 那個女生吃他 就是那個女生 其實當他… 只不過是… 他跟他男朋友的… 就是大家都是 fair 是啊 但是… 我朋友就想要多些 沉了船 是啊 沒錯 他想要… 然後就繼而去做那些事 整件事聽完之後 那你就混蛋了 沒有啦 說完啦 你是混蛋來的啦 該死的 你我病啊 我真的這樣踩下去 因為… 我一開始都覺得他慘慘的 你太太這樣對你 原來你這麼有壓力 所以你才剛好遇到一個… 可能體貼的女生 但都是不對的 我都有他說不對的 然後原來這個世界上 不是兒子吃女的 原來女都會吃兒子的 總之就是… 你會發覺… 女人才恐怖 其實… 嘩… 這個結論 得罪很多人 總之就是… 我簡單說就是 沒有呀 你也是個混蛋來的啦 你自己承受吧 完 你不要在我面前 什麼事 完的啦 那女生最後有沒有分手 以我所知 有個女生其實 都不是想有那種… 穩定的關係 是 就是人家玩玩一下 是啊 其實是玩玩一下而已 但是你的代價就是… 家庭破碎了 然後自己身體又出問題 玩到心臟 但是COVID是不關事的嗎 COVID是… 工作上工作上影響 我以為那個女生傳給她 不是… 工作上同期在那段時間 因為我們COVID很少見 你講一講一講一講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我近幾年 最大博取同情深 但失敗的例子 是的 所以… 我覺得這些位置寧願直認的 你變了心就變了心 是 坦白一點 真心的 因為你這樣… 你不是只做壞人的眼淡 你是在摧毀所有東西 是… 我覺得譬如男人這樣 最沒品的男人就是… 分手後 長回別人 或者你不喜歡的時候 你就說你多不好 我覺得這些風度… 唉… 是不是應該這樣說 但我覺得這些風度要有的 就是… 無論女生在你身上 做了甚麼事也好 她毒打你也好 當然… 至少曾經愛過 是的 當然除了那些不知道甚麼 有時候看新聞 就是那些被淹了 放在冰箱上 你那些就沒有了 你那些一定要說 大哥這麼慘 但如果不是 其實你愛過的女人 我覺得… 基本的溫柔 就是你不要跟別人說任何人的不是 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基本尊重 因為你這樣 其實是界定你是甚麼人的 說真的 就是你既然都分手了 或者既然你都不喜歡那個人 那個… 可能假設是你老婆 或者你的女朋友也好 就… 認回自己不對 是不是自己不對 都認回自己不對 老實說 真心 而且有時候會覺得呢 你說得你前任的壞話 代表你一天都有機會說我壞話 所以可能這一刻我同情了你 但問題我心裡其實是扣分的 所以有時候都… 就是前陣子看完大樓那個記招 都有點羨慕她的 就是… 都不是少少 但是我覺得有些… I wanna be 他做到 而我覺得應該… 如果做得到要做 喂…就是她… 什麼…她五十年前分手的X 找她拿錢她都給 這個… 我是很buy的 是啊…我覺得應該要… 有時候… 如果我跌了 那我反正都是跌 怎樣不跌給我想跌的人呢 是啊… 我覺得這個是一件 我覺得欣賞的事情 就是你不要管她 到底她人你欣賞 或者她做的事情你欣賞 還是怎樣都好 但你曾經喜歡過或者你曾經愛過的人 她有需要的時候 當然不是每次要付錢 但是幫到… 要幫… 我都覺得是一份風度 其實在一個關係上 這個位置我就想說一下 因為我早幾天就有個朋友 他就是在IG上投資 就說他什麼家人 然後又吵架 然後爸爸又拿刀 然後又… 什麼姐姐又戶斬 那樣… 嘩… 這麼賣慘啊 他在Facebook說的 IG IG 都還出到Story都OK 是啊… 可能我也是問事 那我看完 我就想跟他聊天 因為… 為什麼呢? 我跟他聊天也是一些很情感的東西 那我想要安撫一下他 但是去到一個位置呢 我就發現了 我的同理心沒有了 是 因為我… 站在一個我真的覺得 如果… 他… 過度索取的那樣東西 是你隨便可以給的話呢 其實你是不會有情緒的 就是… 你現在這麼有情緒 或者你覺得事情解決不了 其實是因為你沒有能力 就是… 我覺得這個是… 要承認的東西來的 就是你可以說他不對 你可以說他無理取鬧 但是… 這個是他嘛 那個問題 為什麼會這一刻困擾到你 令到你有這麼大的反應 我程度上就是因為你的無能 就是… 以往我… 自己可能都會有抱怨的時候的 但是… 就是以往的抱怨 我就會覺得是別人的問題 但是… 早前提了一本書 有一句話呢 他就說… 人原來只有兩種而已 一種就叫做環境型 一種就叫做原因型 就是… 如果你是選擇去抱怨的話呢 所有東西都是環境的問題 就是… 公司環境 香港的大風氣 是… 另一半是家人的問題 但是… 如果你是原因型的話 你就會問自己為什麼會這樣 怎樣才可以做到 然後… 我就是一起結果的原因 就是… 為什麼現在會搞成這樣呢 就是因為我… 怎樣…我怎樣 就是… 如果我現在戶口裡面就是有五百萬的話 那你問我拿五萬元其實是跌了 是… 如果… 如果想再面對這個問題的話 那不如就是自己努力一點 因為你不能要求別人做什麼 就是你不能改變一個人 你不能說他不對 因為… 其實他的命是他自己的 是… 就是怎樣做決定是他自己的 你只可以做好你自己的那一部分 對… 主要我覺得… 同情自己多一點 要… 是… 還有這件事我也覺得 那個平衡很重要 就是小時候同情心氾濫的 是令自己多了很多爛桃花 我不知道你們覺不覺 就是… 會呀… 那些妹豬仔 我家庭破稅 然後我又… 不知道怎樣怎樣怎樣 又… 又…又…很受傷害 就是我自己呢 我真的覺得很差勁 那你有什麼你打給我吧 就是我經常… 就是我經常… 但你是真心想關心他們 還是你都… 都看別人的先 好老實說 我小時候是善良寶寶來的 我大個就真的比較… 但對於美的那些就更加善良 美的那些我不會說他不時 他那個不是濫用我同情心的 他是真心想和我分享 他是運用的 本來就是準備了給你 他真心想和我分享這件事 然後有些是真的… 那時候是… 試過有些個案子 是瘋到凌晨打給我 問我可不可以陪他聊一會兒 或者可不可以去他附近找他 我覺得聊天也勉強頂到 他附近真的不行 但我… 好像是我來找你 我真的很累 就是凌晨的時候 但是就令到自己 多了很多這些無謂的時間的損失 或者精神的損耗 我有一個Exactly的 這個例子想分享一下 當初我有個中學兄弟 就是籃球隊的朋友 我跟他就很朋友 只是科學去家玩 當時他就有個女朋友 那個女朋友已經是 臨近散的那些地步 但是我的男生朋友 就擺明不理他 就簡直是 你可不可以不要跟著我 你不如走吧 我要跟Martin去家玩 你不要跟著 好曖昧這件事 就是這樣 然後那個女生 就是會不出聲 死跟那些人 嘩 很殘忍 但是呢 因為我跟他真的很朋友 一天見科就見 他已經在我面前 跟這個女生吵架了很多次 狂趕分手 又說髒話 罵他要他走 叫他不要再跟著 真的很煩 但是那個女生 還是不出聲 然後還是不肯 然後如是這個男生 就開始變得完全不理他 就是從我們學校 到我們去到他家 到我們走進去家門口 他看都不看那個女生 然後有一次 直接在家裡 不知道吵了什麼 他一下子就趕了出門口 就是捉住衣服 然後就趕了出門口 跟他說 你走 如果你不走 你自己站在那裡 然後那一刻 我就站在中間 我就呆了 一個女生站在鐵閘外 哭著 紙巾都沒有 嘩 你還在房間裡 LL排著 不排 你明白嗎 那一刻我完全過不了自己的關 然後後來我出去了外 沒有 我出去了外 跟那個女生聊天 所以我會覺得 我做不到什麼 說真的 我是她的朋友 我待會會進去跟她打機 她在排著 如果待會排到 我也會進去 原來你 但是我現在 可以跟你聊兩句 我可以給你紙巾 你找人攝時間 又不是攝時間 但是我覺得 我不可以完全坐視不理 但是 那個女生 不會被她罵一天就走 你明白嗎 她已經經歷了這個日子很久 這件事很痛 很痛 所以我接受不了 然後同一個情況 就發生了兩個月 連續兩個月都是這樣 那個女生是M底 連續兩個月都是她 每天都在家門口 有時候進來坐 有時候可以進來坐 好像狗一樣 對 很暴力 很尊嚴 然後我經常都變成陪著她 有時候… 但你又真的沒有他著 完全沒有 因為我真的當她是一個妹妹 還有你有甚麼 你到你有打機 你也有甚麼 到後來 有時候可能 我沒見過男生 我也會陪著這個女生 可能我們放下去吃東西 或者她去見朋友 我也會在她身邊 那段時間 就變成我跟她真的是哥哥 但她本身的性格是否這麼卑微 或是這麼正 我當初認識這個男生 我才認識她 當時她是一個很卑微的人 但後來 因為最後 真的會受不了 最後真的分開了 在我的陪伴底下 她們分開了 然後我就… 怎樣形容這件事 即是你拆散了她們 不要浪漫 在你的陪伴底下 她們分開了 然後我就會不斷追求男生 然後去吃男生 然後我就… 一直都是一個旁觀者的角色 然後… 我後來回到這段關係 是怎樣會出現的 因為我跟她 後來到現在 還是很朋友 就是因為當初一個同情 如果不是我跟她 這段關係是不存在的 所以有些人經常都會說 那段時間 就像你們剛才那些笑 就說 Martin一定是 看中了她 不知怎樣 但真的沒有 是 而且還要有時間等 我想到這個關係 由頭到尾就是 因為太可憐了 是 你不會接受到 一個女生在你面前 那麼可憐 然後到後來 我跟那個男生 都慢慢不太好朋友 我居然跟這個女生比較好朋友 給我博會 因為我心裡 其實我接受不了 一個男人這樣對一個女人 我也接受不了 這些位置就是 如果要我分手 分到這樣才能分到 其實我也是分不了手的 如果你死根 然後踢出門口 哇 好恐怖 好暴力 這件事 我覺得很傷 其實我最怕 女人哭是絕哭 就是她哭到不抹 哭到眼淚在眼角 滴下來 滴在地上全身濕透 哇 那個畫面是我恐懼 我真的覺得 還有被剃滲了 為何要讓我看到這些東西 是 我聽完真的 你剛才說這個位置 很創傷 我覺得 另外再提一提 如果在聽的女聽眾 有時候在這段關係裡 發覺自己變得很卑微的話 其實不要濫用其他方法去肯定自己 因為你的價值 一定有方法可以找得到 千萬不要為了一個人 而令自己變得不像人形 其實對自己來說很傷的 就是那些輕生 穿著紅色裙 那些 然後那個男生 就開始發覺自己肩膀痛 突然說 鬼故事 然後不知道怎樣 拍那些職員 然後就開始發現 長期有人站在自己肩膀 鬼片的樣子 我經常都聽這些故事 但我發現 有些男人都會 濫用了女生的母性 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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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是開玩笑 這個位置我覺得要討論的 就是 共患懶是否同情的一種 我自己是這樣想 我覺得 要找到一個可以 願意跟你共患懶的人 是很難的 但是患懶未必是你們兩個 共同發生的 即是可以是現在的女生 又大事 那男生陪不陪 反過來也可以 因為之前有看過的新聞 就是一個女生有癌症 然後又看光頭 那男生又陪她看 然後又陪她度過 那這個位置 跟同情心有沒有關係 是 我覺得同情心 她可以幫你做到第一下的決定 是 但是她不夠持久 即是同情心是會有緣的一天 即是譬如你剛才說的那個例子 就是如果那個女生真的有癌症 那男生可能頭一年 他可以每一天下班 都去陪她 和她一起太光頭 但是如果她不是出自外的話 她不會可以陪她一齊 我不知道她最後是康復 還是已經過了生 即是她不會陪她走到最後 其實我自己也認識一個人 我跟她不熟 一個女生 她是很年輕 很年輕 而且她真的超美女 超美女 因為我們認識的人 都覺得她的輪廓 真的有點像張柏芝那種 漂亮到這樣 她是大了一兩年 大家都覺得她很美 然後她去了外國讀書 然後她那時候 她有個男朋友 她也是很甜蜜 就是經常都會貼上照片 然後她跟她男朋友 好像是 幼稚園已經認識的了 即是認識了很多年 之後就一起 很開心 她男朋友都是 總之她們都是很想結婚的 然後就是突然之間 那個女生 她有一天她是說不舒服 然後她去醫院查 就不知道是急性血癌 哇 是很突然 是真的第一天進醫院 然後她就沒有再出來了 接著她進醫院 然後去到過身 好像是不夠一兩個月的時間 我很記得就是她 因為我沒有去她喪禮 但是我看到 那些人分享了一些照片 還有她男朋友 即她男朋友到現在 她一定是未放得下的了 然後她男朋友寫了一句 她的profile pic 她仍然在用她 在她女朋友喪禮 她說話的那張照片 拍了她說話 然後後面就是她女朋友 那張圍照 然後她就說 如果有來勢的話 我會娶你 所以我是 太淒秘了 我很相信就是 如果是很單純的同情 你不會做到那麼多 就是你一定要很夠愛一個人 你才可以跟她去到死那一步 我之前有說過 男人其實不是很分到同情 還是戀愛的 我覺得是分不到的 是啊 但是我覺得是一個比例 就是你如果 有愛心在裡面的時候 很多東西就真的 你不只是同情一個人那麼簡單 但如果你單純為同情 和一個人一起 或者單純為同情 而去照顧一個人的話 其實她真的會有緣的一天 就是你都會有自己 用盡了自己耐性的一天 是啊 我有一個例子分享 我之前認識一個女生朋友 她有一任的男朋友 就是有躁鬱症 然後她為什麼有躁鬱症的原因 就是因為她上一個女朋友死了 我沒有問到怎樣死了 主要是死了 然後後來她就是 經常都會無緣無故 有時候會很不可心 會有人哄 有時候會發脾氣 然後會無理取鬧 那那個女生一開始就是 很遷就她 很照顧她 然後就會覺得 明白的什麼都好 所以她跟我說 她抱怨 她對我抱怨 我也是跟她說 那你自己拿來的 那這個男朋友 那你自己選的 如果頂不上你還是要分手 那她給我的答案 也是說 如果不是因為上一段關係 她不會弄成這樣的 現在她的女朋友真的死了 不是什麼分手那些 完事者 她就跟這個男朋友的關係 持續了兩三個月 到有一天 我問她 那不見你男朋友的 她就說散了 然後我問她 為什麼 她說 復活 不是 她說 她意思是頂不順 我覺得 可能學家說 跟誠心會有緣 就是頂不順 但是那一刻她覺得頂不順 她是愧疚的 她會覺得 為什麼我頂不順 一個人如果有能力 其實她有機會頂到最後 還有有時候 有些關係 因為你好像突然之間是斯德哥爾摩症核菌 會啊 就是當你被一個人傷害 但是你了解了她受傷害的原因之後 你彷彿會好像站在她的立場去看這個世界 那就會令到自己更難抽身了 我有一期都是這樣的 就是那一期我剛才跟別人說 我覺得我喜歡了你 但是我不是喜歡你的人 我喜歡你的故事 然後我就發覺自己入了剛剛那個狀態 是 原來是不健康的 是啊 那我們去到差不多了 轉個頭我們就聽一下 待會見 待會見 喂hello 你好 怎樣稱呼 我叫賢康 賢康hello 今天說濫用同理心 那下上的東西想分享一下 不過其實我個人經歷就好像沒有特別多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就是 通常那些年紀小的小學生 或者一些比較小的人 通常都有機會用到這種方法 因為你見到一些小學生 可能他們玩 或者他們不想撐人家的時候 可能你就會還手了 但是你通常第一個先寮者戰的人 被人還完手之後 他就可能會跟老師說 他撐我了 然後或者是有時候可能激一點的時候 可能就被人本身先寮者戰的人 然後被人正在哭 然後就哭了 然後哭了之後 可能那些大人見到 通常會以為呢 哭的那個就是弱小的方 然後呢 令到那些大人可能會幫回本身先寮者戰的人 令到他們自己的傷害 或者被人攻擊的那個影響就會小了 用這種的方式去濫用了別人的老師的同理心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怎樣避免這種方法 就是不要主觀地定了他的表面上一些的事實 可能要想多些或者看清楚 就是不要用那個定型 然後令他本身就是 可能哭就是一種是弱小的方向 然後就是同理就不代表 就是把他本身有錯就變成對 就是要你知道他有錯 但是會叫他有責任地去改 明白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就是我們經常一見到 就是受傷的一方或者哭的一方 或者傷勢比較重的一方 我們就覺得他是受害者 或者定義了他在事情上面 他是比較慘的一方 其實這個位置是 很坦白說 又真的 我們就算是成年人都好 你第一眼見到你都會覺得 有個可能已經爆了牙了 已經流了一口血 另一個呢 就還在磨拳拆掌的 你都會想想 會不會是爆了牙 那個是比較慘的那個 就是我們可能主觀感受上 一定會這樣的 所以很多時候要避免 就真的要學的時候 真的要 還有我覺得哭也是其中一件 挺厲害的武器來的 就是很多時候大家都想理性討論的 但是有人是會用哭去回應你的 就是想那一下 拿了那個道德佔據 那個高地先 讓別人覺得你是欺負弱 弱小這樣 很多人是會用這些方法去處事 以及去解決問題的 沒有辦法 開會也會啊 是不是呢 就是聊天也會 也會 所以都避免不了 好啊 多謝你分享吧 好啊 謝謝 拜拜 拜拜 自己說說 我呢 其實呢 我小時候就很喜歡用哭這一招的 但我純粹是 我覺得很多小朋友都是這樣 其實 draw attention 其實就是想人哄我 想人疼我 可能開頭是work的 之後慢慢就不work了 還有大人有時候很賤 雖然我說我是善良寶寶 但有些時候你都會覺得貪玩的 就是你見到小朋友在哭 哎呦哎呦 很慘啊 很慘啊 哎呦 有什麼事啊 哭完了沒有啊 其實會撩人家的 所以其實帶哭 其實是很大殺傷力武器來的 其實真的 去到哭 所有的理性討論都變得不理性 其實就是沒辦法的 看你用得多不多 是 不不不 因為我覺得男人一哭 就真的是很糟糕了 所以你吵那個氣 好像吵了一輩子 也真的 真的 因為有時候我是很想哭 但哭不出來 然後我就知道 哎呦這招技還沒用得 就是老闆已經不夠了 這招技還沒用得 就是還沒炒爆他 真的 我最近有個朋友 很friend的男生來的 有一天他遇到一些感情問題 然後他打來 他是1月1號新年那一天 就是打來 我一聽他就在哭了 而我是 就是我沒見過他這一面的 就是證明他真的發生了很大件事 然後 但最後其實這件事是 他自己錯先的 是 其實 男人多數覺得不開心 都是因為自己做錯事的 事實他真的是他錯的 沒有的 我幫不了他些什麼 就唯有聽他哭了 是 作為男士 會不會有男生打給你哭的 真的沒有的 但通常女生就會男女都會打給他 對 對 因為我之前說過 我覺得男人如果真的想解決問題 其實是應該找男人談的 所以很多時候如果男人打給一個女人去談判 其實要的不是解決問題 要是安慰的 啊 即是姐姐可花的 其實也是 真的沒辦法 都需要的 另外一種attention 是 還有也是很有力的 真心 男人求安慰的 其實很多女人都是 給你啦給你啦 其實是的 很多事情都要戳 都是要耍無賴 做人真的 好 我們聽聽聽那個電話 好像在教人家 怎樣男生 同情深 我想起有個case 好像剛才那個小朋友的狀態 就是想得到別人的attention 好像說有個case 接到報案 一男一女 好像是性侵之類 就看到那個男人是受傷的 對 就哭了 然後那個女人就很驚恐的樣子 那大家可能很自然就會覺得是個女性 受傷害 然後反抗 但後來聽說查完之後 他們是女上司和男下屬的關係 原來是女上司想琴的男下屬 可不可以介紹哪家公司 我都很想知道 你要看照片 很想知道 不是香港的 好像不是香港 然後呢 然後後來才知道 原來是女上司想琴男下屬 男下屬不願意反抗 反被女上司弄傷 然後就有人報警 但是通常第一次 因為好像說 都有一些衣服扯爛了 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 喂 你好 喂 馬朗你好 你好 你好 你怎麼稱呼 你好 我可不可以不開名字 可能你知道我是誰 可以 我這次不用開名字 我記得的 這個聲音是要變成聲音 是嗎 沒有問題 我會幫你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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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新的主持人 是 Martin 不過她剛才自動變成聲音 我是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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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我們給你一個話給你 你叫 你叫 好 OK 叫你強仔 好 阿強 阿強 那交給你 好 我現在可以說 可以 是這樣的 就是 我一直 都是 可能 我會覺得 這個世界所有人 都是 好好的 即是怎麼說 我覺得是人性本善 即是 一堂頭 認識所有的人 我都覺得大家是 好好的 即是 即使是 會有不好的東西 但是我都會 嘗試去包容 他們 或者是 或者是覺得 無論 他們怎麼對我 那其實我都可以 是 好好地對他們 或者幫他們想很多東西 那其實 變成 即是我一直 在我這個圈子裏面 那我就 覺得其實 明明我已經知道 我身邊一起 工作的人 可能 他們 是真的 不喜歡我的 或者其實他 在很久之前 我已經知道 我們 可能真的 不是 可以做到朋友 或者可以 聽得好 這樣 然後 那 那 那 就發生了 可能一直 我都 因為大家始終是同一個圈子 那我覺得 我們有機會 可以 會不會 可以好好地成為 即使不是朋友 都好 但都可以有一個 很好的方式去溝通 或者可以變得更好 一些關係 那 令到我們 雙方的 合作 都會變得更加 順利 那 可能我就會自己寫一些卡 給他們 鼓勵他們 或者他們不開心 我就會 即可能 有一些堂 就是那些 Kid Cat 後面都可以寫一些字 那 送給他們 對 還有 我又會 即是覺得 大家都是 同一個圈子 那我就會 可能 可能 他們要隔離 那我就特意 畫了一幅畫 然後 去 切幾份 然後 去代表大家的角色 之後 特意去送給他們 這樣 就是 我是比較喜歡做這些事情 去 去安慰人 或者是 就是 一個 安慰人 古蘭的角色 不好意思啊 哇 這麼開心 你那頭看來應該是 獨立的 是啊 不覺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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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想過 現在 現在這件事 交換 也不是經常都是這樣 不過 聽不聽到的 之後就 發生了一些意 之後 是我 這個 比較 close的 夥伴 去告訴我 原來 因為那個 那個 那個 女生 或者其他 就有去 跟 我的伙伴 去說 聊天 這樣 之後 就 說什麼 我知道 或者讓我聽 他們的訊息 原來他一直都在 數落 我們 就是 數落我 或者一直都 根本是沒有想過 成為一個 我們根本就沒有可能 做到一個 很 怎麼說 很交心 我們是沒有可能 交心 沒有可能交心 或者是 沒有可能 一起可以做那件事 你做的事情 跟他很有衝突 不是的 純粹去 總之 他們 打從心底 不喜歡那個人 的話 無論他做什麼 他都不會 其實 我一直都很想 大家可以成為一個 好 親密一起 共處 或者 都可以變得 好一點 這個關係 但是 原來他們一直都 沒有當作是 其實我覺得 好像自己被人 就是 對人這麼好 幫他們想這麼多 但是到何來 別人都覺得你是 一九尺 我感覺上 我覺得 你是很有心 想做好這件事 你付出了很多 你想做的事 希望這件事 變得好 但是 有時候堅持 不一定是有用 你要加改變 就是 你可能 送卡仔 送糖 可能他們就是 不拜這套 如果你真的想 那個關係變得好 他們是不拜我們 對人 但是 沒有可能關係不好 因為 既然你已經分了 就是那堆人 和你這堆人 那就是 代表在你價值觀 裡面你們是兩堆人 那你就想一下 到底 為什麼會 分化了 就是 一開始是因為什麼 到底 那個核心的問題 是什麼 如果你一直都沒有解決 核心問題 但是圍著那邊做很多 其實是 吃力不吐好 其實我們自己知道 核心問題是什麼 但是 有沒有想要解決 我補充一點 心話符 有時候核心 有時候核心問題 甚至乎 可能對方就是核心問題 就是 你怎麼改變 我也不會拜 你了 其實你都 無力的 有時候都只能夠掙扎 這個世界 有些人都真的是這樣的 就是有些人 是真的 我不理你做好與否 我一定是討厭你 這個世界 零零四四 有一個類別的人 是這樣的 很奇怪的 你是永遠不明白他們 為什麼這樣想 但是他們又正正是存在著 也都放了某些位置 在這個世界裡面 其實 就是這樣 我想拋著他輸爆 因為我的價值觀就是 這個世界不會有東西 是沒有原因的 就是你討厭一個人 一定是有原因的 基本上如果很多情況下 你找到原因 就只有四種原因 一種就是 叫做利益衝突 就是你們的利益之間有抵觸 另外一樣就是 感知差異 就是 他會站在他們自己的立場想 他不會站在你的立場想想 因為你們本身就是 兩班不同的人 第三樣就是 他們有無知的自信 就是可能很多 information是你們知道 而他們覺得他們自己知道 其實你們的自信是不對等 第三樣就是他們可能妒忌你們 其實只有這四種情況 如果不是的話 問題是一定有得解決的 是 阿強 我想問一下你們 就是說你們這班 和那一班 其實好像剛才Martin這樣說 你們應該是工作上的夥伴 是嗎 就是工作上式的 其實你們有沒有一些 純粹是工作上的衝突 或者是合作的 那些東西 就是關係那些 本身 就是project 一定要對他的 那些 其實 都有少少的 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個體 即使是有時候會有些 團隊的東西 但是 一定會有些 競爭 真的要爭 對 那 其實 如果你 我覺得你自己其實已經做 即是你懂得出善意 其實已經做了 別人不受 其實 你也沒有辦法 那 我會覺得 不如做好自己的部分先 那 可能就算要配合 那就看看是配合什麼 即是做好自己的部分 我自己會覺得 至少你做的部分 你是沒問題的 如果對方做的部分 他自己出事 那是他自己出事 那不習慣你 即是有少少那種 独善其身 因為 對方根本不是想和你好 那為什麼 你不是要令事情差 只不過是你做好自己那份 我做好自己那份 我自己問心無愧 那就夠了 可能我性格問題 我會硬一點點就是 你不喜歡 那就不要喜歡 是啊 我做好我的部分 我沒有問題 你有問題嗎 那你跟老闆說 不是說要把關係推到更差 而是他根本不想和你好的時候 其實你不需要降低到自己 那樣樣去迎合他們 我自己覺得 又或者 想心一層 其實你的工作 不是去服侍他們 和令他們開心 你都要 Focus 就是你自己 你做盡了就算了 我覺得有些事情 就是不要強求 這個世界 就是我很盡力去跟別人建立關係 他們不受 那就算了 就是完盡了就算了 一強求 就只會再變質 每一件事情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所以就 希望你可以快點開心 重新 出發 因為 我都 因為我 我本身知道阿強 那些 角色設定 所以我待會可以 咪後補充 給大家知道 為什麼會這樣 希望你沒有介意 好像有些不近人情 這個是我對自己的做法 就是有時候我會問自己 如果現在沒有任何困難的情況下 我到底 生活中真的想要的結果是怎樣 所以 到底你現在想要的結果是 不要煩到我 還是他們喜歡我 就是 你 Firm了你想要的結果之後 你就要想盡 所有你可以做到的辦法去做好它 而不是去 圍著那邊做一些 就是自己知道會沒有結果的事情 所以就問你自己心裡 其實你是到底想要怎樣 是 我自己也試過類似的情況 我小時候 我經常都是那些 覺得世界很美好 很美 人都應該互相對大家很好 應該開心一點 有食物大家一起分享 我都很快樂 每一天都 我祈求的世界是這樣的 但是 我發現有一群朋友 我不知道怎樣定義他們 就是 我都對他們很好 我都放了心下去 然後 我不知道幾年之後 發現有一天 原來他們一直以來 都在背後 不知道跟我說過什麼 說話 等等 我就 哇 很離奇 我已經是一個 我已經 降低了自己很多的標準 去 去 保護一群朋友的時候 我沒想過 其實他們原來 是很不喜歡我的 就是 到那一刻我就明白了 其實我不是要別人喜歡自己 我也不是要那麼偉大 要愛全世界 而是我 我起碼 我做足了自己 令自己開心 就是我自己 過了自己快樂的部分 其他的事情 因為這個世界 其實你做到多好 100%完美也好 一定會有人討厭你的 就是剛剛 Martin所說 就是有時候利益衝突 或者有時候可能是有其他原因 有人 有無知的自信 就是他們總會找到方法 不妥當你的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太在意 別人去怎麼看自己 還有妥不妥自己 愛不愛自己 其實令自己苦了 與其是這樣的 做盡自己開心的事 我對你好 我開心 我不求你回報了 很簡單 我請你吃糖 我開心 我就有他 因為 我們可以選擇 我們去不去疼人 但我們選不到別人 會不會去 把愛回饋給我們 所以 做好了自己的部分 其實已經很足夠了 其實這個世界 因為 有多個人這樣想的 世界已經變漂亮了 所以 不要否定 還有不要覺得 你這樣做 是好像 是的 有時候是 是很無力的 因為總有人 是會 不對你有善 但是 不要放棄自己 做一個好人 不要放棄自己 做一個善良的人 因為 你不去杯葛他們 其實已經很好了 已經被他們做得好 是的 就是這樣 是的 還有我已經 基本上 體化了這件事 純粹說回來 看到這個題目之後 所以 還有最重要是 珍惜一些 身邊 認真真心對你的人 你可以同情他們 因為他們沒有你的善良 是的 度不同不相 是的 真的假的 這個加油 是我們 要介紹加油 但是你是要加油的 你自己加油 我們全團隊都為你加油 告訴你 是的 我也不幫你加油了 我相信你可以 好 下次有沒有對話題 再打你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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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很慘 去到這些衝突 就是 你幾善良都好 別人都 不要放棄 不過是真的 你想做幾好的人 都沒有用 因為這個世界 真的有人是很差的 又或者我們 都可能做過很差的人 我覺得 他要想清楚自己的目的 目標是什麼 你們有沒有遇過一些人 你沒有原因 但是會討厭他 沒有 我沒有 OK 原來只有我 我真的 你會 你會 你會是 對什麼類型的人 喂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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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怎麼稱呼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各位主持 我叫Henry Henry晚上好 是否有東西可以分享 是的 今天的主題是 對測忍之心 是 是 其實嚴格來說 我會覺得這個故事 是有少少可以說 都可以帶到你們另一個 另一個podcast 是A0學前班的一個主題 其實我發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故事 其實就是我對於以前一個追的對象 我份的同情深 甚至其實被他濫用了 是有一個正在追的女孩 那時候 他那時候就說 他因為 應該是剛剛疫情回來的時候 他要在家旁邊 應該是20年頭的事 疫情前回來 他說他自己很悶 那時候 借了 他說很悶 想找些東西去解悶 那時候我就很 所謂那時候很有同情深 還沒高興追他 因為那時候很流行動心 那時候 借了我自己的switch 給他去玩 他自己去開帳帳帳 去玩switch 於是借了之後 他就說 剛好看著那個人 還沒得住 他在說 借了一部switch 其實他好像很悶 沒有東西可以解悶 那樣 所以借了一部switch 然後 然後 他看見一部 人家在賣的switch 然後 他就說 他自己 都很想買 那部switch 然後他就說 但他沒有錢 很同情地 給了所謂的借給他 然後 他也借了 少許錢 那當然 在最後就是沒有收到任何錢 就是他沒有還回 他有沒有肉償 一元都沒有還 都沒有 對 都沒有 其實那時候 就是 未去做 什麼 就是騙徒 對 但你本來是認識的 那個女生 認識的 教的app 哦 那是職業騙徒 見過一兩次 對 哦 明白 就是這樣 你也覺得不舒服 那時候覺得沒什麼 現在就看回笑話一場 都行 當是一個教訓 就是這樣 你不是同情心的 你懂得心氣的 其實那時候是連 那個所謂的五個stage 的一二三都沒有 即是沒有出過街 但我已經給了一部switch 出過街 只是出過街 哦 出過幾次啊 我想 within 五次內 但你也虧了switch給別人 真的 但也沒辦法了 是啊 沒有計算是新的 是 扔了下海的東西就算了 很撇脫 對 追女生就是有些人 對 我想問一下 收到一個speech之後 他的態度有什麼變化呢 初初都會聊幾句 後來就直接 也不算 都斷了個關係 那樣 即是聊聊一下 沒有聊那些 都講著打機 他不是有預謀的 其實 這樣就沒有啊 這些就是下次 買個教訓吧 真的 真的 真的買個教訓吧 那沒有 都是用幾千元 來看清一個人 我覺得還可以的 是 多謝你分享 Henry Thank you 是 好啊 那你之後有阿彌陀佛再叫我們 好 拜拜 謝謝 拜拜 我們今集都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集再和大家聊過 如果喜歡這一集 可以在Bind Me A Coffee 邀請我們的主持人去喝杯 或者可以給我們五星評分 五星評分 還有喜歡這一集的練習生的話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或者跟我們說一下 那如無意外 我們下星期再見 或者我們星期五晚又再聊過 拜拜 拜拜